- 五安 您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北部跟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出門的時候有沒有碰上雨勢呢 因為現在大環境吹的是東北風 因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水氣會來的比較多 今天整天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的陣雨出現 而其他地區中南部呢 則是維持一個多雲稻情的天氣型態 不過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午後受到了熱力作用影響 依舊容易會下起雷震雨 而這個水氣會一路的持續到晚上 因此整個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地區 降雨機率還是偏高 提醒大家外出要多加注意攜帶雨具了 明天一樣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整天會有不定時的雨勢 這個雨勢呢會一路的下到週日 而到了週日呢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所以其實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整個降雨的範圍可能還會再擴大 那麼另外溫度也會稍微下跌一些 所以提醒北部跟東半部的觀眾朋友呢 今天開始到禮拜天下禮拜一 外出的話還是要來攜帶雨具備用了 因為降雨機率都會偏高 再來關心今天的溫度方面 各地雖然因為下雨的關係 溫度可能會略降一點點 不過依舊暖熱 白天高溫30-34度中間 其中新竹苗裡呢還是有機會來到35-36度左右 而入夜之後就會明顯轉涼了 整體低溫落在25-28度 就比較有秋意出現 另外呢雖然下雨雲量稍微多一點點 可是週目前後呢 紫外線依舊偏強 外出的話還是要做好防曬工作 請大家多加留意接下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關心北部地區基隆29-30度 台北新北30-33度 桃園新竹苗栗落在31-34度之間 今天整天都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震雨出現 再來關心中部地區台中31-34度 彰化南投31-33度 雲林嘉義落在30-34度中間 一樣也是午後山區要留意會有雷雨發生 南部地區台南30-32度 高雄31-33度 屏東29-33度也是以午後雷雨為主 東部地區宜蘭29-32度 花蓮29-31度 台東29-32度 降雨機率偏高整天會有不定時短暫震雨 外島地區連張28-30度 金門29-32度 澎湖28-31度 降雨機率落在20%-30% 接下來小丁寧就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兩個天氣重點 第一個是因為陰封面水氣偏多的關係 所以大台北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整天會有不定時的鎮雨外出務必帶散 另外竹苗地區還是會有一些高溫出現 紫外線也偏強 還要特別留意的是中南部地區跟山區 午後會有雷雨 而且雨勢可能會比較大 外出就要多加來留意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